10月5号是联合国世界教师日 虽然已经过了 不过却有一群美国亚裔 感念孔子所提倡的 温良恭俭让的美德 特别举办了 良心时代运动的论坛 鼓励美国教师 重视学生的品德教育 这活动并受到 美国民选官员的支持 在提倡良心觉醒的论坛上 包括联邦众议员 罗伊斯 加州参议员 夏勒伯 还有何陶氏议员 苏王秀兰等等 都前来支持这项活动 鼓励老师 在教导专业的同时 也能帮助学生明辨是非 也将这个和平与爱的正面能量 散播到全世界 欢迎对良心时代运动 有兴趣的民众 上网来查询更多讯息